这是我工作的事 就是工作也赚不了多少钱 马上就要面临毕业的时候 就要签那个三方写一妈 到公司人事了解了一下 他说说以为我就是来这边社会时间的 根本就没有说要跟我正式签合同 就当时没来之前 他跟我说的也不是这样 就也是夸大气词 就是说跟静脸是好朋友 然后就肯定能给我找一个 做办公司或者是做啥体棉的工作 到现在他也没有落实下了 这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就是因为啥 因为当时是确实是让他来 我给他就说你来这边上班 因为我们当时不是异地恋吗 来回我们两个我跑唐然 他跑天津也挺不容易的 刚好赶上他就是现在就面临实习 我当时问我朋友 他就说他这边能上班 我也没多问 我就挺高兴我就叫他过来了 最后他要签三方的时候 人家这边告诉他说 就是录用不了 把我弄得也挺旧 但是我最后就给他说了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 找一份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 你就相当于就在这 攒一份经验吧 现在出来多份经验的话 你以后简历也好写 找工作更好找 你现在有工作了吗 那么多朋友 他现在也没有工作 你那么多朋友呢 就整天跟他朋友一起 就在外边吃喝玩乐的一样 就还有特别多朋友来找他 想让他给他找一份工作